继续我们把阅读或者是看电视这边第二部分给他完成吧 besize 此外 此外这是额外添加的 他前面讲的一个 第一个阅读 那么如果你用想象力会很有趣的 你会所不试卷 那么第二个就添加了 所以我们用表示添加的一个转折副词 这个besize 它就可以等于moreover 它可以另外可以用moreover 此外 甚至还可以用什么in addition 这些都是可以相通的 此外 different kinds of words genery 这个是什么意思 to choose from 这里老师有一个补充 你来看书啊 书有不同种类 cance of是种类 种类的什么 genery genery就是体材 样式 可以choose from来选择 有的可以读诗歌 好 那有的可以读散文 有的可以看小说等等 有的可以看那些这个重要的文献 还有演讲的那些好的一个演讲文章 有很多可以来选择的 选择一定要to choose from 好 from 其实就是from different kinds of genre 从各种不同的类型中来做出选择 ok 所以常常会看的to choose from 那这里要选择答案是 我们看 they there were they had there are there have 这个对是指他们 那他们是代名词 那代替谁呢 这个句子并没有出现人嘛 所以用对是不对的 不能用they were 他们是 因为对不知道是讲谁 所以这个是不对的 they had 也是不知道讲谁 第三个就可以接受they are they are 就表示有 这个是我们很常看到的 有很多不同种类的书 they are different kinds of books they are 就表示有 they have 没有这种写法 这种写法是错误的 只有they are 只有意志的写法 所以这个不会很难 这个就是三 才是我们正确的一个答案 所以呢 我们现在来看 因此 所以啊 因为有那么多种类的书可以选择 因此 reading can become a hobby 阅读就可以成为一个嗜好 对谁来讲 for every type of person 对每一个总类的人来讲 对每一个总类的人来讲 都可以把阅读当作是一种嗜好 因为它有很多的类型可以适应你的需求 你的兴趣来做选择 every type of person 就是每一个类型的人 you can choose to read a romance 你也可以选择去阅读 a romance romance 就是 romance 也就是我们讲的爱情小说 你可以选择去看爱情小说啊 像《红楼梦》之类的啊 对不对 爱情 爱情是什么 动作派的 是一个武侠小说啊 这种 对不对 这个 这个七侠武艺啦 水斧传啦 这些 哎呀 那个太棒了 那个小说太棒了 或者是historic novel 历史的小说 historic novel 你也可以去选择历史的小说 所以这里有三个名词在配合 所以你要注意 a 是a romance 这是a ation 是b 第三个是historic novel 是c 那连接词用o来连接 就表示三个 三种不同的类型的书里面 来选一个 a b o c 三者 任选一种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再来 最后要结束了 if you find if是表示条件的副词指句 他说啊 如果你发现it 这个句型跟刚刚我们讲的句型是一样 it是形式上的受词 真正的受词在这边 这真正的受词 他说啊 如果你发现这个事情很困难 什么事情 要选择一本书很困难 for 来针对你的enjoyment enjoyment 是很乐意去做的很乐意去看的那些书 因为前面已经告诉你你可以读三种不同种类的这个恋爱史啦 还有那些行动的那些侦探小说之类的 或者是历史小说 你可以另选一种 如果你发现你要选择 你可以享受可以得到乐趣的这种书 很难选择 你发现很难选择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啊 you can read reviews 那你就可以先阅读看一下 你可以看什么 看review review就是我们讲的书评报导 就每一本书出来之后呢 有人就会针对这本书写他的评论 写他的大纲 好 那么或者你也可以用 ask a friend for advice 你可以向你的朋友要求 这个提供你一些advice advice是劝告 就是这样很简单 所以整个句就说 你如果发现不知道要读哪一个书 比较有快感 比较有乐趣 那你可以去看书评 也可以问你的朋友 看他们的预见怎样 好 现在我们要选答案 enjoyment是什么词 名词 名词前面会接的是什么格 所有格 一下子答案就出现了 我们要用your enjoyment 这个才是正确的 所有格 好 再来最后一句了 reading can be found 作者最后的评论 他说 阅读真的可以很有趣的 不要一直在看电视 阅读真的可以带给你很多的乐趣 OK 这是作者的评论 好 这是有关于这个休闲篇 阅读或看电视的一个分析跟讲解 没做一个组论